那首先学佛人应该拥有一种什么心态 就是能够诚实做人 诚诚实实学佛 心诚则灵 那么师父跟你们讲的都是诚字 一个人活在世界上靠的是一种诚信 还有一种诚实 我们做人也好 学佛也好 诚能感动人 所以今天你们有这么一个观音堂 让大家能够有这么个地方 能够一起来学佛礼佛 这本身就是一个功德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爱护他 有时候自己在家里会有一些想不通的事情 但是我们只要到了观音堂就会想通 因为我们有我们的母亲在这里关心着我们 所以不管碰到什么困难 什么想不通 什么挫折 多念经 多学佛 然后呢 想通了 那么万事皆通 万事皆空 想不通 万事皆不通 万事皆空 皆不空 所以一个人 一个人为什么能够活得很自在 因为他随缘 因为他对别人是诚心的 而就算别人给他没有诚心 他也能学好佛 为什么呢 靠的是一种自识的力量 诚心那就是学佛的力量 所以台长告诉大家 我们不要把自己智慧所蒙蔽 看不到这个世界真正的本性 这个世界真正的本性 就是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应该多做善事 多帮助别人 多让自己的心得到善一点 因为我们人活在世界上是很短的 每个人都会到人间来吃了无尽的苦头 我们生了病死也就是这样 所以情愿自己能够认清这个事实 我们在人间只是一个短暂的旅游 所以在旅游当中多些善缘 那么我们以后还能有机会再相聚 所以圆满就是看破一切 圆满就是放下一切 什么叫圆满 想通想明白 心态好一点 你说做的任何事情就会圆满 心态不去跟别人争 不去跟别人闹 那么就能够看破一切 放下一切 所以觉悟就是看破 觉悟就是让自己能够放得下 什么叫觉悟 因为破迷了才能开悟 希望大家一定要懂得 心境一定要转变 过去我们恨别人 我们嫉妒别人 我们觉得自己过得很不好 都要好好地改变自己的心境 我们不能总是让自己的心放不下 总是觉得自己还不够 很多事情我们还不够 得到的还少 这样你的心境就永远不会平衡 知足常乐 想一想这个世界还有多少人在受苦 想一想这个世界还有多少人躺在医院里 还不能像正常人一样活着 我们今天能够让自己心念 跟菩萨接上鬼 一念就能上天堂 一念有时候就让你下地狱 所以想不通就在地狱当中 想得通就在天堂上 所以天天做好人 天天做好事 你就是心在转变 所以希望你们转变成一个很更好的人 实际上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东西在变 山还是那个山 水还是那个水 太阳也是那个太阳 月亮也是那个月亮 但是你的心实际上就是在转变 所以心态好的人就是你的心在变 希望大家能够懂得吃苦就是开智慧 希望大家能够结束自己心中的烦恼 因为烦恼是永远不会断的 今天我这个烦恼没有了 明天那个烦恼会生出 所以希望大家永远要懂得 我们人不能被烦恼所遮盖住 因为我们人这个烦恼是因为我们种的因而来 如果我不去种烦恼的因 我永远没有烦恼的果 所以活在哪里就好好的活着 到了哪里就好好的笑着 这是一种缘分 这叫什么缘分 缘分就是等到我们已经得到了某一些东西 我们珍惜它 那么我们就有善缘 当我们被一些恶缘所牵扯的时候 我们顺着它去受 我们去消 那本身也就是因缘 所以要懂得因缘终有一天会灭度的 也就是说就像我们生病一样 它终有一天会好的 所以我们的人要懂得因缘 不要让它成为果报 要让它成为我们灭度 也就是说把这个缘分 恶缘灭掉了 那就是灭度 所以我们有好的因缘 因为它也会灭度 所以不要去执着它 感恩观世音菩萨 让你们摩尔本 这么多的好的同修 这么发心 师父非常的高兴 你们这么好好的修 观世音菩萨会常来看你们 会常来安排帮助你们 所以你们会越求越灵的 所以有这么个家了 希望你们大家好好的关心这个家 爱护这个家 一定要把它当成我们的母亲的家 那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家 我们有苦有难的时候 有烦恼有想不通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来看看我们的母亲 观世音菩萨 希望大家一定要懂得 作为一个弟子 作为一个学佛人 我们要团结 我们要随缘 我们人不要伤害别人 更不要伤害自己 所以我们人一定要懂得 善念永远会给你带来好的善果 恶念永远会给你带来恶的恶果 所以希望你们要好好地学 真正地学 让观世音菩萨常住在墨尔本 让观世音菩萨常住在你们每个人的心中 你们就会充满智慧 你们的心里就会平衡 这样你们就会能够救度众生 所以一定要记住 我们消除业障 用悟性来生活 用真正的般若来为自己今后实现 度人度己来做一个铺垫 所以物人般若应用现前 也就是说当你是一个开悟的人 你就会用智慧来解决你 现实人生当中碰到的所有问题 所以开悟的人和迷惑的人 是截然不同的 因为迷人 他是对世界上所有的一些物质 都只为为己 只我为己 就是这个是我的 那个是我的 这个永远是我的 实际上这就是迷惑的人 放下自己 了无心相 没有什么东西 可以让我们烦恼的 只有放下 只有看破 只有懂得人生的真谛 那就是我们要有智慧 要能够有一个圆满的智慧 我们在人间是暂时的 我们真正的目的 是以后要能够脱离六道 希望大家懂得 无德亦无失 我们到人间没有得到什么 也永远不会失去什么 希望大家好好的学佛 看清这个世界 那么我们的心田就充满着佛光 充满着智慧 谢谢大家 我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